大家吉祥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的是素食棉菜 我們過年都會有一個傳統想要討一個吉利 都會煮長棉菜 那我今天準備的長棉菜就是菠菜 菠菜它的營養價值是非常高的 尤其是它的根部 我們常常說菠菜是窮人的人生 它的根部如果把它丟棄是非常可惜的 我們可以在清洗的時候做一個處理 拿著刀子把根部的地方輕輕地刮除 它上面的一些比較細的頸根就會清得很乾淨 之後我們再把它整把的拿去洗 慢慢洗沒有關係 把它洗乾淨保持它整個都是完整的一顆一顆 我們今天做的是涼拌菠菜 所以都是用開水來燙過 再搭配醬料 首先我們把水煮開 裡面加一匙的鹽作為調味 水煮開了之後呢 我們把菠菜整顆的下去穿燙 那燙的時候呢 因為根部比較不容易熟 所以我們從根部貼下去 再慢慢的把整顆的菠菜泡到水裡 菠菜呢是非常容易熟的 所以燙一下 燙軟了之後就可以把它整顆撈起來 瀝乾 或者你泡冷水也是可以的 燙軟了 那燙軟了 很容易熟悶 接著囉 在一起 點燙燙 早餐 好 5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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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